感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有大的姻缘 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在这个世界当中 都受到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求彼应 所以我们更要感恩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遇到苦难 及时观其音声 既得解脱的意思 这叫观世音 所以农历9月19日 作为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 是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的出家的日子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我们这位慈爱的天上的母亲 一直在照顾着我们 所以牵手牵远 无外大悲心陀罗尼 经常告诉我们 佛言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这个明观自在 在过去无量节中 他早已经 已作 这个佛境 就是已经早已是佛了 观世音菩萨 所以他好为 这个正法名如来 所以他的大悲愿力 使这个 发起 救度一切菩萨 和我们人间的 有缘 有缘众生 所以这个日子是非常 愿意 让我们值得 怀念和 纪念 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离不开菩萨 对我们的 这个 照顾 菩萨对我们的 这个 慈悲的这种心 来让我们 能够解脱 我们 潜心的 学佛人 经常的双手合掌 我们在 观世音菩萨面前 合掌 仰慕佛德 佛德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过 你们要好好的听 在佛的面前 看着观世音菩萨 然后再磕头 把菩萨牢牢地 藏在你的心中 叫仰慕佛德 这是一个 依佛的支见而行 也就是你今天跟菩萨磕头 你做的都是跟 菩萨的一样的 这个行为 思维和语言 这个时候 你磕头 你是叫上等供养 并不是你买点水果 上等供养 就是你的心和佛 想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过去有讲 合掌以为华 生为共养聚 善心真实相 赞叹相云布 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身体就像一个盘子 我们磕头的身体像个盘子 而我们的双手合掌 就是盘子里的一朵莲花 所以你们在磕头的时候 身体圆的 团圆 包容 圆容 然后双手合掌的时候 就是一朵莲花 所以过去讲正规的合掌 不要贴在一起 要稍微有些圆的 像一朵莲花一样 那个合掌呢 过去又称为含苞 御方 指因地修行 什么叫因地修行 因地就是讲的 我们说菩萨修行的 那个时候 种下的这个因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照着佛方法去修 花开结果 就是菩提 所以今天非常有缘分的 跟大家能够在一起 能够纪念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 其实出家就是让我们能够以佛为榜样 出家就是让我们能够守戒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学佛的佛子们 你们身为出家 但是心要出家